下意是何连金金火爷会绕境 在去年7月的时候发生了爆炸案 造成29个人轻重伤 如今判决的结果出炉 地院重判照姓嫌犯无奇徒刑 警方追查发现他自制爆裂物 带到舞台旁的垃圾桶自行离开之后 就遥控引爆 被逮之后他还矢口否认犯刑 一审判处无奇徒刑 并科罚金30万 尺夺公权终身 庙会活动正热闹 突然碰的一声传出爆炸声响 表演者吓到手屋耳朵舞台旁冒出白烟 这是去年7月15号 嘉义何连金金火爷庙会发生的爆炸案 有民众被炸到鲜血直流 倒地不起 共29个人轻重伤 年纪最少的伤者只有2岁 警方一开始以为是单纯的烟火爆炸意外 但搜证后发现是一名赵姓男子 在案发前 现在住处自制火药装进铁盒 还放入五孔钢珠增加杀伤力 最后再带到会场舞台旁的热色桶 收持遥控器引爆 在案发之前 浏览国内外的爆炸的影片 是属于预谋性 而且是无差别性的 对群众的攻击 所设犯的制造爆裂物罪嫌 恐吓公众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嫌 警方在他住处起初制作炸弹的笔记本器具和设备 以及威力等同于10颗手榴弹的炸药成品和黑色火药 罪人确凿 不过他却否认犯罪 还污指是警方陷害 嘉义地院一审宣判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虽然否认犯刑 但有相关的证据可知佐证 判处被告 无期徒刑 此夥公权终身 预谋性的无差别随机攻击 造成部分被害人伤势严重 历经多次轻创手术 法院众判希望给伤者们一个交代 记得蔡宠吴嘉义报道